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Nanos进行的全国最新调查显示 自由党支持率为32.35% 保守党为31.2% 新民主党为18.9% 魁仁政团为6.4% 绿党为3.8% 人民党为6.4% 这次调查的截止日期是9月13日 Nanos民意调查公司通过每晚致电给加拿大坐机和手机的用户 三天累计访问1200人 调查误差率为正负2.8% 负责这次民调的Nikki Nanos表示 调查结果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目前旗鼓相当 而Formal Research民调公司9月1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保守党支持率为31% 自由党为28% 新民主党为18% 加拿大人民党为9% 这次民调显示加拿大人民党支持率上升迅速 在阿省大西洋省份和BC省的支持率均攀升了超过一倍 全国支持率高于魁仁政团的8%和绿党的4% 而人民党在上月15日的民调中 支持率为5% 近一个月几乎增加一倍 这也成为近期最引人注目的选情变化之一 调查发现 人民党支持率在接种疫苗 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都持有鲜明的观点 而对于自身财务状况多持负面看法 37%的受访者形容自己的经济状况坏或者是非常坏 人民党支持者对于联邦政府的不满程度也是最高 70%受访者表示 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决定非常愤怒 各政党在竞选方面的最新消息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魁奥托尔今早在电视直播节目中表示 只有他可以击败特鲁多 并指责特鲁多在疫情下宣布大选 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 并重申这次大选为加拿大人带来六亿元开支 联邦保守党承诺 将让出生婴儿的父母每月额外赚取多只一千家元 且不会影响其产假或育儿假的福利 这是保守党既提出增设了流产妇女 调养假期之后再推出的相关项目 联邦新民主党党领杂缅成表示 一旦当选会落实电信费用下降问题 要求电信公司设收费上限 他说同样的措施在美国和澳洲都已实施 民众不必担心手机数据达到一定上限后影响网速 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NARUS 进行全国最新的调查显示 自由党的支持率为32.35% 保守党为31.2% 新民主党为18.9% 夫人政团为6.4% 绿党为3.8% 人民党为6.4% 这次调查的截止日期是9月13日 NASO民意调查公司通过每晚致电 给加拿大座机和手机用户 三日累计访问了1,200人 调查的误差率为正负2.8% 负责这次民调的Nick Naro表示 调查结果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目前相当旗鼓 而Foreign Research民调公司 9月11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保守党支持率为3.1% 自由党为28% 新民主党为18% 加拿大人民党为9% 这次民调显示加拿大人民党的支持率上升迅速 在亚省、大西洋省份和卑斯省支持率均攀升了超过一倍 全国的支持率高于夫人政团的8%和绿党的4% 而人民党在上月15日的民调中支持率为5% 近一个几月来几乎增加了一倍 这个亦都成为最近引人注目的选情变化之一 调查发现 人民党支持者在接种疫苗、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都持有鲜明的观点 而对自身的财务状况多持负面看法 37%的受访者 形容自己的经济情况坏或者非常坏 人民党支持对于联邦政府的不满意度也都增高 七成的受访者表示 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决定非常愤怒 各政党在竞选方面的最新消息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令奥陶尔今早 在电视直播的节目中表示 只有他可以击败杜鲁多 并指责杜鲁多在疫情下宣布大选 完全是为了一己私欲 并重申这次大选为加拿大人带来6亿元的开支 联邦保守党承诺 让初生的婴儿父母每月额外赚多1,000家元 而且不会影响其产假和欲儿的福利 这是保守党计提出增测留产妇女 调养加期后再推出的相关项目 联邦新民主党组缅成表示 一旦当选会落实电讯费用下调计划 要求电讯公司设置收费上限 他说同样的措施在美国和澳洲已经实施 民众不用担心手机数据达到一定上限后回应下忘促